唐卡是藏传佛教信仰的呈现 同时也展现了宗教艺术之美 唐卡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意识形式 用明亮的色彩描绘出神圣的佛的世界 造其唐卡极卷轴化 通常描绘在诗卷或布棉上 因多描绘宗教内容加上异余西带 所以在藏区广为流行 唐卡最早是在画布上 它其实是用布在画在布上面 那为什么会画在布上面 因为它便于西带 藏人有很多是逐水草而居 所以它必须要随时能够西带然后整理 所以最早他们其实是画在寺院里面 或者是画在布上面 那其实最早的时候 它其实是还要有前面还要有垂帘 就是平常没有在修持的时候 它其实要盖起来的 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密法 像桑朱老师这些就是后来 他们可以就是把它做艺术化的推广 所以他就会用一个比较大尺度的 这样子的一个题材 或者是这个素材来再来作画 朝艺术化的方向去做 那同时有信仰 同时也有艺术的成分和价值在里面 唐卡被誉为最复杂严谨的工笔重彩画 血液画师 商主老师 医指与佛经的仪轨 并熟练地掌握唐卡造型技巧 严格地遵照师程与漫长的修行过程 将艺术的渲染力发挥到极致 十方新闻 黄慧如肖瑞丰 高雄采访报道